接下来关注的是全球快时尚话题 你所熟悉的那些欧洲的快时尚品牌 可能都不敌中国制的Shin 他这几年是以超低廉的价格席卷全球市场 但是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是低品质 包裹避税 而且低廉价格大量倾销 事实上Shin自己也想改变 他打算在伦敦上市 五年内他要投资英国和欧洲 相当心台币88亿元 而事实上在中国本身来说 他们现在制造的废弃衣物越来越多 全年回收率只有15% 所以在环保永续的观点下 回收物制成衣物在中国是新兴时尚 包括Shin与Tim等中国快时尚品牌 当前正以低廉价格席卷全球市场 对荷兰女孩艾琳娜来说 在Shin上购物已经成为生活日常 这些服饰产品的低廉价格大多是由于 产地中国的便宜劳动力 而且在工厂直送的销售模式下 回避了欧洲当局对产品安全和品质的高标准要求 从而大幅降低成本 但随着Shin在英国伦敦上市的步伐趋近 为了牛专品牌长期透过低价包裹 避税而且大量清销的负面形象 Shin计划未来五年在英国与欧洲投资2.5亿欧元 大约88亿元台币扩充业务 并且把部分服饰产线外包给土耳其工厂 至于这些快时尚服饰的来源地中国 每年制造出全球最多纺织产品的同时 被丢弃的衣物每年也超过两万六千顿 但这些废弃纺织品的回收率目前仅有15% 在法规限制之下 这些由废弃衣物制成的纺织纤维 只能运往海外销售 不仅法规限制了大陆纺织回收业的发展 民众对废弃纤维在制的产品接受度相对低 也是当前中国大量就衣物只能送到垃圾厂 无法成为永续产品的原因 尽管上层法律与主流思考的改变还需要时间 但对于年轻一代的中国消费者来说 永续时尚的概念已经慢慢成型 例如上海就有设计师自创再造一银行品牌 专门收集人们不要的衣物 重新设计并且制造成替代或者服饰 我觉得过度的消费主义 其实是会蚕食人的心灵的 而现在我希望我做的事情 可以慢慢的让这个有一些改变 我们不是反对消费 我们是反对浪费 对 我们希望可以通过循环再造的方式 让一切可以变得可循环可重生 由于处理原料的成本相对高昂 这些循环重生的衣物 与快时尚产品相比 虽然价格要高得多 但也减少了大量的垃圾与浪费 为环境有趣带来帮助 很多竟然是用菠萝壳 或者是玉米做的 但是我刚刚就是详细 触摸了它衣服的感觉 就完全没有想到 竟然现在已经 就有很舒适的这种触感了 对 觉得很神奇 当前北京当局全力发展 并且傲视全球的电动车产业 着眼的就是绿能与永续发展 因此在销售汽车的同时 电动车外壳 甚至车用电池的回收产业 也在当局支持下蓬勃发展 从钢铁电动车到浮世 从源头降低消费之外 更多的回收再利用 才能让我们所居住的地球 永续发展下去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